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IS Timepiece GDC4的小刚 我们又见面了 那这两年在网络上 或是在马来西亚 有一个品牌叫Halfa Halfa 在这近这几年是非常的火 那剑小刚就来带大家看看一下 到底这个品牌有什么特色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讨论 那首先这个品牌的全名叫做Halfa Torbillon Halfa Torbillon 那相信很多朋友没有听过的 一定觉得它是这 这两年才砰 出来的一个新的品牌是不是 其实它不是 它是在1997年 1997年的那个时期 那一个年份就已经成立 就已经创立下来的一个品牌 那进到这几年 Halfa就把它带到去很多个国家 甚至来到了马来西亚 所以这个品牌突然间就很多人留意到 那到目前为止呢 Halfa有很多款小刚发现到我 都是我之前没有在别的品牌 或是别的表款上面 看到它这样子就是有自己原创的那一种设计 所以这个让我觉得很值得 借几支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Halfa很多原创设计的这一种表款 它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一种第一级表 Halfa给我就绝对没有这种感觉 每一款设计我去看它表盘 哇真的是那种组合的搭配 颜色或是花纹纹路 甚至到材质 甚至它那个表盘整个设计 都是我完全让我大吃一惊 就哇原来表还可以这样玩 哇原来表还有这样子的设计 非常的厉害 我觉得Halfa比较红是这几年 它用了很多目前都喜欢的这一种 酒桶外星的设计 当然它这样子做是没有侵犯任何的版圈 因为在很多细节上面它还是不一样的 再搭配品牌本身自己的这种创意 打造出每一款都非常有特色 今天这一集小龙就来让大家看一看 这一只用了神话中的神兽作为主题 毕竟明年要熔年了要来了对不对 这么霸气的作品 感觉是不是好像很贵 其实这个系列 马币只是大概3000左右而已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还觉得 还蛮有惊喜的 这个价位其实它比起那种传统主流的品牌 好像Seqqo、Orient、Citizen、Citizen 或是Tensor、Tissot、Midor这一种品牌来说的话 它真的是完全有不一样的那种美学的设计 这种特别的设计当然非常有新鲜感 就不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种好像心里面在想 这种价位的表买了又买来来去去都一样大同小异 你还买来做么叻是不是啊 这种表就绝对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了 那小刚影片拍的这几支呢 个人觉得尺寸是最完美的 它表格的规格 那我测量从左到右大概是一个41mm左右 而且厚度也不会厚 那它有从41到43mm都有的做选择 那表格是以不锈钢 就是这个Standars要打造的 然后最上层就是螺丝锁上去的这一个整片 就是碳纤维就是carbon这个材质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那这种做法可以大大减轻表的这个重量 而且整支表的这个质感 你拿在手上的时候 也肯定比这个Standars steel 全不锈钢这种款式更加的特别 那同时还能做出更多搭配的这个玩法 整体的这个性价比 确实比全不锈钢的这个表款高很多 那这种碳纤维呢 甚至还可以加入夜光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看 那所以它整个性价比来讲的话 确实比全不锈钢的这种表款 确实高很多 那钛合金表款侧边你可以看到 它是有个雷射的这个毫发的这个logo 那小刚手上青龙这一款 刚刚就是有提到 你看它这个carbon 碳纤维这个整片都是有夜光的 那另一款则是火龙 那火龙它这个整个carbon 做的非常的有特色 它这个颜色搭配的非常的漂亮 一眼看下去了 整片好像千层高这样 还有一款我个人觉得很有特色 就是这一只神兽 感觉有点像火麒麟 表格上层也是整片是黑色的 这个碳纤维carbon 那也是代表这神话中的这个神兽之一 看着真的是非常的霸气 我个人觉得它豪发很厉害 就是它把这一些神兽 做的很立体 而且很生动 整个颜色你弄的就是非常的鲜艳 非常的好看 那感觉在表盘里面 你真的是好像养了一只神兽 栩栩如生好像会动这样子 非常的特别 整个表盘是做的这个稍微有这个 裸空的这个设计 那隐约可以看到它整个行众的摆轮 在左右来回的这个摆动 那要提一下是这个表扣 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 戴的非常舒服 而且质量非常的好 完全不会有那种廉价表的那种感觉 不会感觉给你很chip这样子 那它这个表扣里面 它这个机械设计 是有高强度的这个弹簧 所以你开关的时候 是有很大的这个阻力 它是确保你表扣不会松开的 就是说它没有那个按 没有一个按钮去给你做开关 你就直接掰开 或直接关下去就可以了 来到背盖 一样也可以看到 豪发重新设计过的这个机型的甲板 它用了很多这个罗空的这个设计 规格上它的动力高达80个小时 而且是4Hz 4Hz的这个机型 28800高频的这个机型 就是1秒的振动力是在8尺的 也被有手动上链的这个功能 那这个机型的规格 玩表的就知道 基本上它已经是高过很多 这种入门瑞士名表 或是这种日本表的这种机型 那总结来说呢 以马币3000块这个价位来说的话 我个人觉得它的性价比是非常的高 在市场上非常有竞争力 从它的原创的这种 你看表盘这种独特的这种设计 它能给的这种材质 规格 其实都非常的有特色 值得推荐给朋友们去看一看 那小官会把 How Far 马来西亚官网的这个网站连接 留言在下面 在吉隆坡这个 Sunway Velocity 或是这个Pavillon 对面这个Star Hill 成品数据那一层 都设有专柜 我们下集来见 我是小刚 拜拜